我從1992年紫風車創團的時候就在紫風車了 在之前我其實在縣政府工作 我是特技演員 我是念中文系的 做設計 以前是做正頭的 幼兒律動的舞蹈老師 本來想要去傳統戲曲 剛好看到紫風車有在真人 主要是想要多拓展一些 自己的事業吧 因為以前是學跳舞 然後想要再繼續選擇表演 一個想法大概五年了 就是內心一直想說 如果你現在不出去 你可能就沒有機會做你想做的事情 所以我那時候就下定決心 我唇購三十萬我不會餓死 我就離開特技界 心戲要做或者是一個大活動要做 其實那個都是焦慮都爆表的狀態 手抓緊拔爛說我做完這次我絕對不做了 當碰到一些無法溝通的情況 很想摔電話 演出的時候要嘛就是什麼都沒有好無聊 要嘛就是一次都來讓你忙死這樣 創作一定會有撞牆棋 那時候就會很想死 要學的事情很多 要做的事情很多 晚上睡不著 早上起不來 在子豐車裡面 應該是說你會什麼事情 你就可以把它發揮到極致 更好玩的真的就是 會一直去各地跑來跑去 相處非常的像家人 大家一起努力完成一些 覺得不可能的事情 其實在這裡大家是一個 互相救對方的一個團隊 然後看到小朋友的 很開心的笑容 其實我就覺得很滿足 現場那個出來的成品是讓你 眼睛一亮全身起雞皮疙瘩 然後你就會回頭說 我們下次要做什麼 劇場是一件你絕對無法想像的那種 辛苦的工作 你要裝台 你要拆台 你要排練 你要練習 重複每天都在重複 一直重複重複 不用怕啦 來做看看 你或許花個兩年三年的時間 在子豐車 說不定你會發現 你生命裡面 有一些不一樣的火花 跟很深刻的一些記憶 留在你的生命裡 你剛開始進來會 會可能有挫折 就是堅持下去 然後為自己勇敢一次吧 我愛你 我愛你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